主席 董主委,還有各位內席官員 大家好 先請董主委 先董主委 主委 主委,我們今天委員會 這個是法論這個審查 這個 我們 這個 要征接這個,慕兵制 配合募賓制來修正這個條例 我想對於這方面 我想三個條例講起來總歸也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增加一個五四年以上到十年以上 到十年的志願役官兵納入胡島的對象 這個我們覺得是很好 非常也是對配合我們國防部這一方面 配合整個募賓制 能夠大家一起來動起來 成了一個很大的誘因 那我們也肯定 不過我在想就是說這個錢的問題 大致在講待遇你國防部那邊也是因為這個錢的問題 在我們這個退伍會這邊 你這個當然增加胡島的對象一定要增加這個經費 那我也看到從104年到123年 這個經費要增加200多億 講起來也不多 第一年還是五億多 這個像第一年這個經費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匡列出來 而且行政院那邊也通過 所以通過這個條文而已 還是這個經費方面也是會不會有困難 跟您報告 當初我們給這個行政院報給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這個等於是退伍措施方案 是一個草案 事實上裡面就有這些金額就在裡面 報院裡面也審核過 最後它核定下來 那我們在實施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即使要實施了 可是未來也怕說 再遭受到是不是有法院依據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說建議就在這個 輔導條例裡面直接來修 法院依據你如果修了以後都有法院 比較會有法律的依據 但我是說這個錢是不是有問題 會出預算會不會面臨不足的問題 預算來講的話我們在跟院裡面也曾經討論過 應該是可以獲得院裡面支持的 另外也要跟委員報告的 就是說大家看到說 好像未來是不是真的會有11億12億 有這麼多的錢 那根據我們跟國防部的協調 那國防部也說 因為最主要其實是在就學這一段 花的錢多 你可以看到在未來12億裡面 就學就花9億9 是好謝謝 謝謝主委 這段如果國防部接過去 是我們的預算就會做少了 是好那個就寫的那一部分 國防部希望在他前端 就在退伍他現意的時候 這個當然中間我們跟國防部的 這個要緊密的一些 配合 看怎麼大家預算怎麼來分配 像你們那個退伍金人在花那個 也還是很多 你們編了然後再給國防部處理的 我想 我們增加的這個對象 是著重在就業跟就學方面而已 最主要其實是在就業多 後面的醫療跟安置的問題會不會增加 也會 因為就業完之後 他具有這些技術技能之後 我們也方便我們去幫他推薦到一般的公司去 是 所以這個其實是相輔相輔的 那是安置 不是 就說老病的這一種 老病當然要照顧他治療 這個也都包括跟一般的榮民那個 對就是說 這些人在他我們的輔導期限裡面 比如說他服役這個四年 我們輔導期間是六年 在這六年之內 如果說他沒有工作的話 那他到我們榮民醫院來 那當然他的掛號費 我們會給他減免 是這一方面的正正服務 那我是想說你如果說 增加這些對象 那除了經費方面 人力方面 我們退五位 要不要再增加人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在服務組長部分 我們會增加 但是這個服務組長增加的人數 我們要看實際的狀況 你講到服務組長 我知道 這是說過去就是在跟我們榮民聯繫的 聯繫這方面 過去早期聯繫是好像 好像比較緊密一點 大家都會 好像每年 三節還是什麼 大概都 都這個 我們 退五位 各服務處 好像跟這個 都會去慰問他們 跟他們平常 有很多的聯繫 但好像這個工作 後來做的並沒有那麼綿密 事實上 我們現在是跟我們 我昨天 昨天我去 在屏東那邊 我去一個 去殯儀館 去給一個榮民 這個 聯鄉 他在那邊 我是看 那個 在那邊 接待的 好像不是他的親屬 還是 我問他 這個榮民 是老榮民 說有什麼事情可以請 那個 再抱怨 再抱怨說 說我們這個榮民伯伯 他跟 退五位都 跟退五位都不打交道 他跟他還在打官司什麼東西 沒有人管他 他在給我講說 再請教我一些問題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像這樣 齁 你們有這個都比較特殊的一些 案例 那一些榮民 當然我們也知道 榮民有很多 撈騷一堆的 那我們也要不耐其瞞 是 保委員 待會我們就跟你聯繫看 那沒關係 那個 他們自己去 我是想說 有這樣的一個 我接觸到這樣的一個 我是覺得說 像那些事情 可能你如果說 平常有給他注意 有跟他們在聯繫 這個榮民 有的有怪脾氣 有的有 撈騷一大堆 像這種我們都體會得到 當然我們也要有耐心 跟他那個 不然我們服務工作做得很好 結果一兩個 給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罵 對我們這個 退伍會的招牌 是影響很大 這一點 我想說這方面 是不是你 半年一年 我們清查一下對象 這個福島的對象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也都給他一些 特殊的每個禮拜都會去拜訪才對 對 這樣 我們會再加強 這樣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會更好 那當然 金會 我在講說 那個 我們 在金會方面 你不管說以後你要增加多少的金會 我想過去 我們 福島會這邊有很多的失業單位 那在失業單位當然很多經營不上 這個後來 榮工廚 這個 榮電 這個後來都沒 但是不能因為 這樣這個 這個一招被蛇咬 也失業怕警 都不去做其他的那個 你有時候像 人力的那一種 我們如果自己有 剛才好像也有提到 像這個人力方面 我們把它總結 我們的人 人才很多 那讓我們自己經營 這個人力公司這樣 來派錢 還是來轉介 這樣應該是 比較 比較有那個資源可以掌握啊 對不對 人力的方面 那像農場 我經常在提到 每次 所以我都很希望說 那麼大片的農場 這個 這個 我們應該好好的經營 怎麼樣去 能夠 變成我們的金母雞 這個 這個賺錢來 我們能夠 對我們 退伍會的 一些業務的支出 能夠有一些幫助 這應該是可以去經營 不要說怕 你還想說以民爭利 其實這一方面 都是照顧榮民的嘛 對不對 那是過去 這些事業單位 是因為經營不算 因為我們可能 切少企業管理人才 還是這一方面 要說切也不牽切啦 那就是可能 過去的觀念 一些經營的理念 公家的就不去 不去 反正我領薪水 我不要去 不要去多用腦筋 所以這一方面 我是想說 該能夠做的 我們還是要去開演 這一點給主委一個建議 是謝謝委員 好謝謝 謝謝